北明有声 你这怎么样 我感觉 以前自己玩的鬼屋 就像过家家一样 胡金鹏心有余悸 正准备再说些什么 诚哥却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出来的正好 他们几个 要去参观一星场景 午夜掏杀 你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吧 这 可是我刚出来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啊 生活中那么大的压力 都没有压垮你 这一点小小的挫折 又算得了什么呀 诚哥带领着他们几个 来到了鬼屋二楼 相信自己 彭哥 等一下 你先别走 胡金鹏拽着诚哥的衣服 咱们这儿 一共有多少场景 我今天要全部参观一遍吗 十个左右吧 星际越高 场景越恐怖 你刚才参观的名魂 只能算是开胃才 哦 那就行 因为你可能参观到一半 就晕倒了 不过也说不定 我们这里配备有最好的衣裳 抓紧时间的话 应该也有机会 在一天之内全部参观一遍 诚哥将吴金鹏和几名游客 送入了午夜逃杀场景 祝你们玩得开心啊 关上铁门 诚哥朝着远处走去 没一会儿就听到了 吴金鹏的惨叫声 到底做过歌手 连嘶喊求救的声音 都这么有节奏 又过了半个小时 吴金鹏披头散发就跑了出来 他玩得太过尽心 连绑头发的皮筋都掉了 诚哥递给了吴金鹏一瓶水 喝口水 化妆间有备用的皮筋 你先用着 嗨 这不是皮筋不皮筋的问题 刚才我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布娃娃一直跟着我 他一跳一跳的 好像是对我头发很感兴趣啊 吴金鹏的情绪明显激动了起来 手舞足蹈 看来 你很受老员工们欢迎啊 放心吧 那都是后台在操控 大家在用自己的方式 跟你打招呼呢 诚哥先让吴金鹏在旁边休息 自己则朝着游客排队的地方走去 许说 你这有没有参观二星以下场景的游客 你来得正好 这三个游客 在网上买了沐阳中学 火关村 和地下石库的门票 他们想一口气 参观三个场景 你看 能让他们进去吗 一次只能参观一个场景 诚哥看下那三名游客 不好意思啊 我们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票我们都买好了 你让我们等会儿出来 再排这么长的队码 钱倒无所谓 我只是不想把时间 都浪费在等待上 开口说话的是个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 他戴着眼睛 身高一米八五 大长腿 一身名牌 看起来不像是个差钱的人 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就算出了事 也跟你们没关系 另一个男人也站了出来 他穿着运动风的衣服 身材很好 能看到明显的肌肉线条 不过他的年纪不大 说话有点不过脑子 我知道你们都不差钱 但这是规定 你们可以先选择一个场景 等你们参观完以后 再做打算 或许到时候 你们就会改变主意了 诚哥提议道 安文小杰 要不咱们先进去玩吧 我们已经等太久了 最后一个开口说话的 是三人中唯一的女生 二十六七岁 长得清纯可爱 偏偏气质还稳重成熟 对男生来说 有种特别的吸引力 那就先从沐阳中学来参观吧 诚哥带着他们三个 还有另外两个 新加入的游客进入鬼屋 此时吴金鹏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鹏哥 你跟着他们五个人 一起去挑战二星长江 这 你再让我歇一会儿行不行啊 你迟早要经历这些的 诚哥收好了那几位游客的 免责协议 领着他们来到了地下场景的入口 在进入沐阳中学之前 我再警告你们一次啊 老老实实参观自己的场景 不要乱跑 打开通往地下场景的门 一股阴寒的风从地下吹出 站在诚哥身边的吴金鹏 打了个冷颤 这咋地下还有呢 好玩的 才刚刚开始呢 诚哥目送几人进入地下 他没有立刻关闭铁门 而是盯着那个女人的背影 他可以肯定自己是第一次 见那个女人 但是他总觉得那个女人 带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那两个男的看他的目光中 满是爱意 但是他对那两个男人 却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眼底隐藏着很深的厌恶 而且他总是有意无意地 躲在那两个男人后面 避免和我直接解除 他的视线 也从来没有落在我的身上 就好像是故意不去看我一样 收回目光 诚哥缓缓关上了铁门 有问题 拿起背包 诚哥急匆匆地跑进了监控室里 重点观察起了这几个游客 铁门闭合之后 那个长相清纯的女人 立刻走到了吴亲朋的身边 大叔 你是这里的员工吗 我刚才看你跟老板的关系非常好 我可听说这鬼屋老板 偶尔会让演员来假扮游客的 胡金朋一脸的无奈 我就不装了 我确实是这里员工 但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我什么都不知道 等会儿我可能还会躲在你们后面 对不起 我给鬼屋演员丢人了 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我叫沈梦冰 你呢 我叫吴亲朋 好土的名字啊 女人笑起来很好看 她还想再跟吴亲朋聊几句 但是另外那两个男人走了过来 他们很有默契地将吴亲朋挤到了一边 我叫绍文 他是灵妃姐 戴着眼睛的男人扫了吴亲朋一眼 然后微微摇头 他看得出来吴亲朋身上全都是地摊货 那种穷酸味几乎要扑面而来 你们好 我是这鬼屋新入职的员工 老板先让我来跟着游客体验体验 吴亲朋一眼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 他知道这两个男的都喜欢那个女的 可是那个女的好像不喜欢他俩 大叔 你真是这鬼屋的员工啊 不太像啊 另外两位跟随他们进来的游客 也凑到了吴亲朋的身边 这两人看着年纪都不当 我们是寒江医学院的学生 我听学长说这鬼屋里的演员一个比一个恐怖 就像是从地位里爬出来的一样 听到两名学生的评价 吴亲朋的额头开始渗出汗水 自己好像加入了一个不得了的组织 这我也还没有跟其他员工正式见过面 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大叔 我看你人不错 你可别骗我嘛 两位医学院的学生深知成歌鬼屋的各种套路 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关于成歌鬼屋的信息 耳濡目染下 也算是半个老游客了 嗨 你看我像是那种会撒谎的人吗 吴亲朋想要解释 但是他越解释 其他人看他的眼神就越是充满怀疑 别啰嗦了 先进去看看再说吧 林飞杰的年纪比那两个学生大一点 可给人的感觉还没那两个学生成熟 像是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 虽然看起来很阳刚 但内心其实很脆弱 几人沿着走廊进入牟洋中学 吴亲朋和两位一学生走在前面 剩下三人速度很慢 他们一边走一边看 感觉不像是在参观 更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空白的试卷被风吹动 刮蹭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吴亲朋刚进入地下场景 还没感觉多恐怖 可越往里走 他的心跳就越快 掌心不知不觉地开始冒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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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